我們這次的投票我跟大家簡單的講 簡述一下說投票狀況 我們這次一共收集到了416份 那這416份裡面呢 裡面一共有25份是無效票 那無效的投票我們去掉的時候就總共是390 所以它的有效量本率到我本身是93 其實也算蠻高的 像我去年的第一屆信用卡牌的榜 就是大概有310幾個 應該是第三名吧 你要講第一名嗎 第一個是第五名 先看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中國信坡 登达 為什麼要不好意思喔 好啦謝謝謝謝 那個現場統計下有沒有真的討厭中國信坡 你們投票是否中國信坡可以怎麼收 我跟你講現在直播拍不到你們沒有關係好不好 我會露臉 你們有人是討厭中國信坡的嗎 只有班長一個人 有一個人寫了 我們這邊有一個小統計 但是我們大家有看一下 有一個人寫 他扮了三次扮不下來 所以他很討厭 有沒有人是中國信坡 扮三次扮不過去的 對他扮意外對不對 中國信坡對小白算是很好的聯行對不對 我們也是還蠻納悶的 所以我想知道他有沒有在現場 因為我們想說他是不是主攻頂級卡 所以才扮不下來 因為頂級卡真的不是好辦 對 因為中國信坡對小白算是不錯的聯行 中國信坡是不是也是你的第一件銀行的辦卡 我脫白的銀行 我脫白的銀行對出中國信坡 我也是阿 而且我的額度好像只有五萬塊 五萬塊很高 我們那時候才兩萬 對啊 根本對小白都一樣 只有兩萬塊 好來看看其他人有沒有什麼意見 打電話到客服一直忙碌中 所以他應該不是頂級卡 客戶不順 所以他應該不是頂級卡 所以我們剛好在世界上嗎 過分 欸LivePay卡一直說水剛剛講的嗎 對 LivePay卡真的越來越值 欸 有人是以LivePay卡做他的主力卡的方式嗎 現在有人主力還是LivePay 之前 之前 之前是嗎 有嗎 也沒有 大家公共你都拿什麼卡 對啊 我們都沒有方面 我們應該要理我 什麼都沒有 你們到底是有這樣拿 你們都是使用金融卡嗎 你們到底是用什麼卡可以給他做一下嗎 所以我好想知道 好 再來是打電話到客服一直忙碌中 對 我想應該不會比元大可怕 對 元大真的在大量的事情發瘋 對 現在還有人在使用元大的信用卡嗎 也沒有 也沒有 那我們這邊的你都要 大概就差不多就是 福利越來越好 越來越差 牛肉越來越少 打進客服 詢問都冷定定的 好 信用卡跟信用卡在晚贏的APP操作不變 信用卡帳單資訊沒有分開 混在一起不好好分 欸其實這個信用卡帳單如果你們有常常用 你會發現它其實 最後主張都全部合在一起 那我那兩年前有跟中信講過 但他們都不一樣 他說喔我們會註記 然後將來考慮改善 然後就沒分 這個沒辦法 因為我們不是大咖 不然你要去跟那個 有信用卡帳單你來建議啦 你是大咖喔 哈哈哈哈 對啊 好